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对的云凤的煤瓶 这种传世品应该还有这种盖 这几乎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远处看到它的右光跟心的一样 这就是我们古代瓷器里面保存状况最好的 也就是我们的真经心 我们在这个上已经体现了 而且这个飞凤给人一种动态的感觉 而成对 从绘画 从它的胎右各方面来 也是一个精品了 这是一个白右的六棱的煤瓶 这个白右大家说它太白了是缺点 实际上这是它的优点 我认为它还不够白 它是个六棱形状的 所以它的工艺就相对来说比这个圆的要复杂 尽管它没有盖也是一个很完美的 陶瓷组最后晋级的藏品是 几号 一号 明家境青花人物山水大梅瓶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推荐理由 气形硕大规整 胎质细白 右面滋润肥厚 青花色料胶艳 堪为罕见的大剑精品之作 掌声有请书画组的三位藏友出场 我这幅画是吴昌硕的一幅代表作画 吴昌硕它是我们国家海派的代表人物 在拍卖市场每平尺将近20万左右 这幅画大概是有6平方尺这样的 康有为的书画作品 全长是4米12 框19厘米 它是一个皱纸卷 手卷 在文献的记载之中 它是写给府仪的只有63个皱纸 这个据我查证还没有过 我这幅是清中后期 一个大家唐一芬 唐雨生的山水画 它的意境 它的格调 它的书法 各方面都十分了道 这幅画是它的山水的代表作之一 好了 三件藏品都是西出名门 现在就要请三位藏友起立 来仔细观赏一下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然后给他们挑挑毛病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一号 吴昌硕的这幅作品 上面的职业的部分呢 就是比较呆板 它画某单是最拿手的 也是它最杰出的 但是它是给亲家送的礼品 是应酬之作 什么最轻 自己亲人最轻 那既然亲人最轻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话 把我们最杰出的东西 最代表性的东西 送给我们的亲人 我认为不是这样 因为亲家的东西 只是硬头 硬头而已 我们来看二号 康有为的书法卷 最大的缺点 品项有残缺 这个是对的 因为这幅日呢 开始是三十年代 从我一个亲戚 当时呢 他是国民党的金光 得到的 得到以后呢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我们呢 把它呢 包扎好以后呢 放到我们的梁 梁上面 一放呢 就放了几十年 十几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 都不敢去要它下来 拿它下来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品项 可能这个东西也没有了 来看一看 我们的苏先生 也是品项差 第二是 他觉得艺术性欠缺 怎么理解 苏先生 康有为是个政治家 这是肯定的 康有为的东西 应该跟什么比呢 两起超比 比政治的东西 来跟一号三号的 美术作品来比 我觉得欠缺 他就好像学生做作业的作业 而不是拿去 广续博物馆展览的 书法作品 他只是做作业的作品 给皇帝写的作者 我不同意 康有为是我们中国十大十五法家之一 所以呢 他的每一笔 每一纳 都很有张华 好 来看三号 缺点呢 一号和二号都是一致的 就是第一个认为品项不是很好 第二个是画面中间有一个水印 只是在边缘的部分 没有无声大哑 另外呢 他的山水 是在香港拍卖的时候 拍到八十多万一幅 他并不比其他的政治小品 或者政治的东西 差 苏先生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是画中有画 来 现在把话筒交给现场观众 我选二号 谢谢 因为我认识他 我支持一号产品 因为他是出自名家之作 掌声有请我们书画组的专家 刘延老师为我们做精彩点评 先说这件汤一芬 汤一芬呢 是清代中晚期 道光咸丰时期的一个重要画家 跟戴希齐名 当时买不到四王的作品 往往呢 买戴希和汤一芬 足可见当时地位之高 第二件呢是康有为 康有为呢 不光是一个政治家改革家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书法家 所以他这件作品呢 不光是一个文献资料 在书法价值上 同样也很高 只可惜品相差了 吴昌硕呢 是海派的巨匠 他在当时呢 就用这种大写意的绘画方法 改变了一个时代 这件作品呢 不算是一件代表作 但是也可以称之为呢 一件它的代表作品 这三件作品呢 各有千秋 但是到底哪一件 是书画组推荐为 这个南明民间古堡的候选物呢 请加明宣布 书画组最后晋级的藏品是 几号 用手势告诉我 几号 二号 康有为书法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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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精彩的豆宝环节 我们现在只剩下了 四件候选的民间国宝了 这四件中间就有一件 南明的民间国宝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专家 离席进行合议 在地域性非常明显的 四件候选宝物中 南明市民间国宝 似乎没有多大悬念 然而合议现场 这个是朋友 朋友家里家常的 已经十来年了 但是呢 像这些莲花座 这是中国的 应该说剑陀螺艺术 传入中国以后 对像敦煌石窟 云岗石窟 是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 像这种单尊的 完全模仿剑陀螺的 这种石雕的观音像 目前我们没发现过 总之这件东西 是模仿剑陀螺的 一些美术的图样 又加以中国画的一些处理 做出的一个东西 它应该是个防品 是什么时候防的呢 我认为啊 就是近代防的 为什么呢 像这种剑陀螺艺术 能够介绍到中国呀 也不过就是近几十年 从其量就是 是从民国初期 这种图书啊 画册才进入中国 在古代清朝以前 中国人是接触不到 这种图样的 你好 钱先生 你好 怎么样 专家怎么说 但他说这个东西 是近代仿的 那么呢 那就跟我们自己所了解的东西 有点不太一致 他说是仿的 什么时候仿的 这个能仿的这么精美 不能说没见过的东西 他就是仿的 那我们怎么说 不是中国人 他说是世界人 好的 谢谢秦先生 谢谢你参与 谢谢 谢谢 好 来 这边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可是过了煤瓶饮了 又一顿煤瓶 这个不错 这个形状特殊 是个六棱的 您认为这什么年代呢 但是这个时期还搞不懂 首先 这种柚子呢 是明代嘉靖时期 正代嘉靖是常见的 比较厚润肥厚 而且呢 这种贴的这种 露胎的这种装饰 在嘉靖时期 包括万里都有使用 东西不错 也是真东西 而且完整 还是恭喜你入围吧 好 谢谢专家 谢谢专家 你从什么地方收藏的呀 零四呢 在山西 哦 在山西 哦 你认为是什么时候呢 战国 战国是吧 这个呢 是从这个文士上讲呢 它是仿青铜器 上周的青铜器 但是这个材料呢 它是南洋鱼 南洋 河南南洋 河南南洋 东西呢 是一个现代防瓶 清色啊 它是人工做清的 它没有那种 真正出土气的一种滋润感 您好 李先生 怎么样您这只玉犀牛 这个是 这个是现代防瓶 你接受专家的观点呢 还是有自己 还有一些意义 有点点 还是有点 好的 谢谢 这位 知道这个画家吗 钱惠安 看过一些书 是清朝的 那个有名的画家 您认为这张东西真吗 我真是不懂 鉴别想叫专家 帮看一下看 这个那我就明确告诉您 这张东西不真 不真的原因呢 钱惠安的线条 如虫注目 它是颤动的 枯索的 而这张线条呢 太犀利了 也就是说 它的笔法完全不同 东西是老的 画的比钱惠安不差 但是就是 不是钱惠安 来 有请下一位藏友 张国新先生 哇 我们刚才在海选现场 已经争起来了 很多藏友说 咱们这次南宁国宝 很有可能 就会选一面铜骨 希望是我的 你觉得有这个信心 我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们刚才 但是我们也看到 好多面骨了 您觉得这面骨 除了这个 当然这是体型是最大的 还有什么地方 是跟别的骨 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它的历史悠久 它是汉代的 第二的话呢 它的制作非常精美 这个面的话呢 是表示是天 有太阳纹 重要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青蛙的组合啊 非常的巧妙 它一共有九只蛙 现在我们了解到 反正大家是非常看好 铜骨 有希望问定 我们的民间国宝 也希望您能够欣赏事成 好吧 张先生 谢谢江明 来 谢谢 您今天的衣服穿得很漂亮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是啊 是啊 这个铜骨的话呢 是咱们广西这个壮族和南方的各民族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遗产 这个属于咱们广西灵山型的 是吧 因为铜骨有八种类型 对 广西就占了七种 这种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上面有蹲蛙 对 这个蛙上还扶着小青蛙 是啊 这个好像象征着生命的繁衍啊 对对对 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对 正面呢是太阳纹 光芒纹 是石道光芒纹 对 然后周围有日昏 有钱纹 飞鸟纹 这个云类纹 这个纹饰还是很丰富的 对 因为铜骨的话呢 它是财富权力 这个得象征 对 它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对 这个东西应该是汉代的 谢谢 东西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恭喜您入围 谢谢 恭喜您入围了 好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四位专家的辛苦鉴定 我们四对一鉴定告一段落了 我们已经产生了十二件候选的南宁民间国宝 但是寻宝的规则是残酷的 紧接着会是我们的斗宝环节 斗宝环节我们还会淘汰十一件 剩下的那一件就是南宁的民间国宝 跟着嘉宾来信堡 七分故事三分堡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经济频道大型电视活动 寻宝走进南宁 美丽的绿城南宁聚集着三十多个少数民族 多元的文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 丰富多彩的收藏的画卷 那么接下来我们已经选出的 这十二件候选的民间国宝 就会一一亮相展开我们的斗宝环节 不过斗宝非常残酷 最后的那个赢家 就是我们南宁的民间国宝 好 我们马上进入杂项组的斗宝 有请三位藏友出场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斗宝 全国的藏友 大家好 好 国界马三代的碧玉歌 是产情我们雍江水戏 我最终它五年终于收藏到手 在我们广西还是比较少见的 它每一边有十一条英文 十一在我们藏族宣明 是表现最大 这件东西一看上去就非常的漂亮 因为的话呢 它是用最名贵的紫檀布精致而成 在造型上还在工艺上 达到顶尖级 壮景是我国四大名景之一 它是由土布和蚕丝来组成的 具有艳丽粗犷的艺术风格 好的 来 马上进入第二个环节 彼此挑挑毛病 好的 三位已经把各自的意见写在这个题板上了 我们首先从雷先生的这把玉歌开始 缺点呢 保存不完整缺口较大 他这个伤啊 是老伤 不是新伤 如果说一个三千多年的玉器 没有一点伤残 我都打问号 来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金先生的这个熏炉啊 缺点是无地方特色 我们现在来的都是广西的南宁 是在南宁就是说展示南宁的特色 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就是中年文化 如何都没有想到豆宝能够上升到这个高度 我们都是中国人 来 另外一个缺点来看一看啊 年代没有玉歌久远 确实来讲 他的年代 这个工呢是典型的乾隆工 是清代中期到现在两百年左右 两百多年 工很好 料也很好 是个好东西 缺点我就认为他年代不够久远 我这个三千多年 金先生怎么回答 我们都是中国人 他比我老 他比我老 没法比 来 看一看 我们小黄姑娘的这个壮景啊 缺点时间不长 那个铜器啊 鱼器那些 都可以保持着年代那么久 那我这个是布料和禅师所制成的 由他的这个特性决定的 对 壮景在宋代的时候 都是上贡给那个皇帝的 给皇帝铺桌子的 不是 不是 我认为送给皇帝还不够格 为什么呢 第一从工艺品项还有质地来讲 还打不到送给全龙皇帝爷的东西 两爷们儿结身统一战线了 来 现场观众发表一下意见 我支持三号 具有我们广西南宁的特色 我也支持三号 从那个一个工艺品的一个美观 一个从它民族特色来讲呢 我就更有广西特色 怎么样 你们两位说给皇帝布桌子的 我们现场支持率很高 所以我们走到各地 选民间国宝的时候 这个情感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 在我们揭晓之前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我们杂相组的专家 王靖之老师为我们做精彩点评 第一个是一个玉歌 这个歌是一个礼器 也非常精美 它是用这个南宁 广西当地的地方语制的 它代表了广西 桑代卓域的最高水平 那么也同样说明了一点 就是在桑代的时候 我们这个广西 并不是说是没有开发的南蛮之地 而是文化已经很好了 这件刚才二老厂有介绍了 是一个子台的香薰 这个品相非常好 而且这个我们大家看了 这个材料硕大 尤其是三条腿 这三条腿不是车长车出来的 是慢慢飙出来的 整体东西非常的匀秤 第三件藏品呢 尽管年代很短 它是民国的 但是作为一个 这个中国的四大民警来说 它是其中一个 这件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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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推荐理由 财质名贵 造型沉稳大气 工艺精湛 保存完好 反映了清代文房木雕的 极高审美格调 马上进入我们青铜佛像组的豆宝 有请三位藏友出场 在这个组里 我们终于见到了 我们这个大铜鼓 因为在海选的时候 咱们这个铜鼓的人气 是非常旺的 这一面的话呢 是铜鼓文化 最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 它的主要特点 是文饰非常之精美 造型非常之美观 这个是福伯岩香炉 体重35斤 尺寸35公分 这是典型的明代宣的炉 的凤眼炉的炉形 这种炉形 在做工 包姜 皮革方面 是达到遗留的 这种佛像呢 就是诞生佛 上面呢 站的是一个佛祖 这个佛像 一个手指上天 一个手指上地 这种造型呢 全是非常少 来 三位先生 请起立 请观察另外两位 藏友的藏品以下后 提提意见 首先来关注 我们这一面大铜鼓 这个铜鼓 虽然是我们广西的 一个特产 但是呢 从体积上面来说 它并不是很大 这种尺寸呢 在我们广西呢 就还比较普遍 因为在我们广西 博物馆里面的 世界的铜鼓王 达到一米去 像这种铜鼓呢 一般超过一米的 在我们广西的 还是很多 尺寸大 固然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收藏了五面铜鼓 最大一面 一米二直径 那就这一面来说 在零三形的铜鼓里面 已经不算小了 历经两千年 它仍然能发出 非常响亮 非常清脆的声音 我敲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这就对了 来我来关注一下二号的 这只硕大的香炉 根据这个香炉的 这个落款来看 它是道光的 它这个铜是炸上去的 它不是炸出来的 并不是道光年初这个炉子 它只是这个施主 奉献给这个庙的时间 它是先有炉 后有炙 这一点 我看这个炉子呢 它应该是清脆的 好 来 我们来看我们的三号藏品 我们这个断生佛 缺点 它下面也有彩的 应该 应该有彩的 有彩或者可能有七斤 上面 但是现在它已经 这是底色了 我这个 因为是船市的 几百年了 这个是清道光的 到现在也是一百多年 是吧 当年相差来讲 这肯定是差一点 那个彩在几百年 你想想 我们的油漆 两三个月都掉了 几百年了 是吧 那没办法了 这个只是它的历史记载的 这个东西 在这里面 好 好像看起来 这一组没有什么悬念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 现场观众 支持一号的 就不用发言了 我支持二号 十大九不熟也大 三号呢 它是比较少见的佛像 而且指天指地为我独尊 我支持三号 好 掌声请出我们青铜佛像组的专家 金深老师为我们做精彩点评 只要一提到铜骨 马上都想起广西 这个是很典型的 一尊灵山类型的铜骨 应该是汉代的 它虽然体量又不是太大 但是呢 它很完美 已经把它临山型的铜骨的类型啊 各种因素都宁静上面了 这种炉啊 这个提款和它的气型啊 是吻合的 就是道光年本年产的东西 这上面写着福伯爷 大家知道 东汉的名将马园 号称福伯将军啊 是为广西做过贡献的一位 汉代的杰出人物啊 那因此呢 这件炉呢 记录了马园的 世纪的一个实物的证据 这件像呢 我们平时叫它诞生像 按照佛经的说法吧 释迦摩尼在诞生的时候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地下为我独尊 对吧 然后上下左右各行七步 步步生莲花 它是按照这个典故做的 这种佛像呢 工艺非常精巧 构思很别致 从它的各种造型上来看 应该是明代中晚期的 青铜佛像组晋级的藏品是 1号 漢代蝶蛙铜骨 我们来听听 专家的推荐理由 造型饱满文士精美 具有浓郁的古代少数民族特色 堪称南宁市的民间国宝 不过这仅仅是推荐理由 有请陶瓷组的三位藏友登场 有请 电视机前喜欢梅瓶收藏的朋友 要把眼睛擦亮了 因为我们这一组可以叫做 梅瓶大对决 这是金德正邀请的青花梅瓶 它气形缩大造型优美 从文士画工各方面 都达到这个官邀水平 我这队梅瓶造型优美 青花发色也是很鲜艳的 文士也很丰富 我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件佳瓶 我这队梅瓶就是 它的做法很精细 它有六半 所以这一种梅瓶 需要的东西很少见 三件都是非常漂亮的梅瓶 但是咱们的豆宝环节 还是要咱们鸡蛋里挑骨头 给对方挑挑毛病 三位请起立 来 观赏一下 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好的 转眼之间 这个T板已经写得满满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一号这个大梅瓶 江先生认为 您的这个梅瓶 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款 如果它能有款的话 它这个就是价值连层的东西 它没有款 但是在明朝当时 它因为它有个空白气 它很多官邀 其实也几乎没有款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单支 然后青花的发色呢 真的是太浅太朦胧了 能够见到这个梅瓶 大家都很有福气了 这种 要是得一对 可能是难于上青天了 我估计是这样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二号 鲑鱼它这一对漂亮的梅瓶 像这种文士 就说 这已经是到万里了 明代万里了 我这个是家境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是一对的 而且是带钙的 而且这是在万里年间 这青花料是最好的 用的料 所以说 你现在看到这样子是极品了 这种东西在民间很多 随便我家都拿了两三对出来 我说是极品 看下什么是极品 那您为什么偏偏要拿一对 没盖的呢 我不知道他拿的这种极品 您要知道他拿极品来了 我就从我们家 那也就您参加我们寻宝 还要留一首 我觉得比平淡无奇的白柚要好得多 那你在哪个借一个这个东西呢 文士的话是比较丰富 我觉得我的 你借一个这个有东西没有 借过吧 借过 借过 借过在哪里借过 借过 垃圾袋 不是不是 还是那种烧破舌 破舌系的 我觉得你那样带盖 就真的很完美的 来 把焦点锁定在最后这一对 煤瓶上面来 缺点 太白 无知 什么 是无知 无知 不 他们倒没说无知 他们说是无盖 来现场观众 你们选哪一几号 为什么 我支持一号 因为我第一次见过这么大 这么完美的一个煤瓶 我支持二号 因为二号这个品项很全 然后有干 我支持三号 三号 这个煤瓶是非常罕见 好 接下来 让我们请出我们的专家 为我们指点迷惊 掌声有请我们陶瓷组的专家 邱小军老师为我们做精彩点评 第一件 我们大家都看到它气型非常大 根据它的胎右各方面的制作的这种 级别呢 应该是明代嘉靖时期 我们靖江王府的王府用器 这一对的云凤的煤瓶 这种传世品应该还有这种盖 这几乎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远处看到它的右光跟心的一样 这就是我们这个古代瓷器里面 保存状况最好的 也就是我们的真经心 我们在这个上已经体现了 而且这个飞凤 给人一种动态的感觉 而成对 这个从绘画 从它的胎右各方面来 也是一个精品了 这是一个白右的六龙的煤瓶 这个白右的大家说 它太白了是缺点 实际上这是它的优点 我认为它还不够白 它是个六龙形状的 所以它的工艺就相对来说 比这个圆的要复杂 尽管它没有盖 也是一个很完美的 陶瓷组最后晋级的藏品是 几号 一号 明家境青花人物山水大霉瓶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推荐理由 气形硕大规整 胎质细白 右面滋润肥厚 青花色料胶艳 刊为罕见的大剑精品之作 掌声有请书画组的三位藏友出场 我这幅画是吴昌硕的一幅代表作画 吴昌硕它是我们国家海派的代表人物 在拍卖市场每瓶尺将近20万左右 这幅画大概是有6平方尺这样的 康有为的书画作品 全长是4米12 框19厘米 它是一个皱纸卷 手卷 在文献的记载之中 它是写给府仪的只有63个皱纸 这个呢 据我查证还没有过 我这幅是清中后期 一个大家唐一芬唐雨生的山水画 它的意境 它的格调 它的书法 各方面都十分了道 这幅画是它的山水的代表作之一 好的 三件藏品都是西出名门 现在就要请三位藏友起立 来仔细观赏一下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然后给他们挑挑毛病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一号 吴昌硕的这幅作品 上面的职业的部分呢 就是比较呆板 它画某单是最拿手的 也是它最杰出的 但是它是给亲家送的礼品 是应酬之作 什么最亲至于亲人最亲 那既然亲人最亲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话 把我们最杰出的东西 最代表性的东西送给我们的亲人 我认为不是这样 因为亲家的东西 只是硬头 硬头而已 那我们来看二号 康有为的书法卷 最大的缺点 品项有残缺 这个是对的 因为这幅日呢 开始是三十年代 从我一个亲戚 当时他是国民党的金光 得到的 得到以后呢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我们把它包扎好以后 放到我们的梁上面 一放就放了几十年 十几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 都不敢去要它下来 拿它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品项 可能这个东西也没有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苏先生也是品项差 第二是他觉得艺术性欠缺 什么理解 苏先生 康有为是个政治家 这是肯定的 康有为的东西应该跟什么比呢 两起超比 比政治的东西 来跟一号三号的美术作品来比 我觉得欠缺 我觉得欠缺 他就好像学生做作业的作业 而不是拿去广续博物馆展览的书法作品 他只是做作业的作品 给皇帝写的奏折 我不同意 康有为是我们中国十大十五法家之一 所以呢 他的每一笔每一纳 都很有彰化 好 来看三号 缺点呢 一号和二号都是一致的 就是第一个认为品项不是很好 第二个是画面中间有一个水印 只是在边缘的部分 没有无声大雅 另外呢 他的山水 是在香港拍卖的时候 拍到八十多万一幅 他并不比其他的政治小品 或者政治的东西差 苏先生的每一句话里面 都是画中有画 来 现在把话筒交给现场观众 我选二号 谢谢 因为我认识他 我支持一号产品 因为他是出自名家之作 掌声有请我们书画组的专家 刘妍老师为我们做精彩点评 先说这件汤一芬 汤一芬呢 是清代中晚期 道光咸丰时期的一个重要画家 跟戴希齐名 当时买不到四王的作品 往往呢 买戴希和汤一芬 足可见当时地位之高 第二件呢是康有为 康有为呢 他呢不光是一个政治家改革家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书法家 所以他这件作品呢 不光是一个文献资料 在书法价值上同样也很高 只可惜品相差了 乌昌硕呢是海派的巨匠 他在当时呢 就用这种大写意的绘画方法 改变了一个时代 这件作品呢 不算是一件代表作 但是也可以称之为呢 一件它的代表作品 这三件作品呢各有千秋 但是到底哪一件是书画组 推荐为这个南宁民间古堡的候选物呢 请加名宣布 书画组最后晋级的藏品是 几号 用手势告诉我 几号 二号 康有为书法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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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精彩的豆宝环节 我们现在只剩下了 四件候选的民间国宝了 这四件中间就有一件 南宁的民间国宝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专家 离席进行合议 在地狱性非常明显的 四件候选宝物中 南宁市民间国宝 似乎没有多大悬念 然而何一现场 却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个铜骨 可以说是咱们 广西古代文化的一个名片 骨确确实实是 广西最具代表性的 正面不是有机会的 他定为这次的 广西南宁的国宝 广西的藏家 也肯定会不服气 我还要比它更敬意 陶瓷加酒严调烧 是最保护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 那广西的梅瓶的话呢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 除了桂林博物馆里面 中国的国宝 这种剪片都来讲的话 那这确实是好多 非常多梅瓶 它是代表刺官窑 看着从国来说 可以说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选这个民间国宝 实际上还得要考虑它 其中的文化价值 收藏并不是说 选当地的工艺品 而是说呢 全国最好的艺术品 最后 专家们的意见达成了一致 南宁市的民间国宝 终于水落石出了 究竟是众望所归的铜骨 还是我们其他的几件精品 答案不在我这儿 而是在我们南宁市副市长 李国中手中 我们掌声有请李市长 为我们揭晓 现在我宣布 评选出的民间国宝 它的气形硕大饱满 文士精美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它的制作工艺繁复严刻 它就是 名嘉靖青花人物 三水大煤瓶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这期新宝 跟着嘉明来新宝 七分故事三分宝 我们下一站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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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